你没有看错就是两头野生狗熊 刚刚当地的一个大哥跟我们说 山顶上的一个垃圾场里边掉进两条狗熊 一会我们想去看一看 能不能咬人 我们现在往山里出发 去看看刚刚那个当地老乡 说那个两头熊困在垃圾堆里边的那两头熊什么样 可能是距离这里的位置大概在十几公里吧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都在开车过里去 然后九点的车可能是它的节温器有问题 有可能还是会高温 一会儿不行在路上 我们就是把它拉着 然后我们两台车上去 它的车放到地上 现在我们走吧 在经过一段走了很难走的盘山路之后 我们来到了这个德克县的赞马寺 然后在这边的垃圾 垃圾边 我们发现了两头 掉到垃圾里边的狗熊 看它应该是一公一母 应该是一对 因为狗熊出来 密食都是成群结队的 一公一母 然后现在这个熊呢 每天是靠寺院的生人来投放那个簪吧 来喂它 现在熊吃的东西 大不大 就是寺院的师傅喂的簪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头 好大的熊 好大的狗熊 它怎么会掉进去 我感觉应该是一头熊 母熊先掉进去了 然后公熊 感觉到不中 我也得下去陪它去 然后公熊也掉去了 因为出来的熊都是结伴的 没有干涂的 对呀 熊啊 太熊了 吓人 然后这两只熊 每天吃的东西 都是由师傅 再看 师傅每天就会把这些吃的喂给熊 然后我感觉这两只熊 在这里边也不一定就是 比在外边过得更难过 那边就是熊晚上休息的地方 已经很平了 然后这个熊还是比较有生活规律的 那边是它排泄的地方 这边是休息的地方 这边是卧室 那边是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餐厅 师傅们来喂食了 哦 哦 喂肉啊 肉肉肉肉 看狗熊在这里边一时无忧啊 师傅们现在在给他们喂肉 骨头 这个熊大 这个熊啊 熊大 熊大 对 哇 这两只大熊 原来他们喜欢吃肉 你们这些肉要去三下去买是吧 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肉 刚刚那不是肉啊 是的 我以为是肉 刚刚喂的是什么呀 是心脏的那个 中巴 你们刚刚喂的也是在吗 是吧 是的 哦 哇 哇 他们也要想喝水 看看看看看看 哇塞 哇 哇 拍上了拍上了 拍上了 哇 哇 吓人呐 我的天 哇 太凶了 目前那两只熊 在这个垃圾圈里边 是比较一丝无忧的 因为寺庙的师傅 师傅每天都会 给他们投食喂水 但是 我感觉这种野兽 应该还是放回它 归山林 但是目前 至少也有以我们 是没有办法来动它们的 毕竟这东西能吃人 也 我希望还是能够 找着把它放回山林吧 让它回归自由一些 好的 我是老狼 我点个赞